大部分人的新年健康计划,通常是在1月份雄心勃勃地开始,然后在2月份因为太痛苦而悄无声息地结束。 我们总是陷入同一个循环,结实、饥饿、暴食、自责。 为什么?因为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常识,那个告诉你只要算准卡路里,单纯靠少吃就能受得常识。 在这些顶尖科学家看来,不仅过时,而且效率极低。 大家好,这里是逆龄研究所。 今天这期视频,我不想给你灌鸡汤,我要给你一套基于30万人数据,经过Nature顶级期刊验证的2026年人体重制指南。 这是ZOE的首席科学家Sarah Barry和肠道健康教父Tim Spatter刚刚发布的年度总结。 他们不仅推翻了卡路里理论,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,食物机制。 看完这期视频,你不需要饿肚子,甚至需要吃得更像一个美食家,就能在40岁时挽回10年的健康寿命, 哪怕到了70岁,依然能延长6年的高质量生活。 在进入正题前,ZOE的CEO说过一句话,微小的行动能产生负利。 就像我们要给肠道军群投喂优质食物一样,你的每一次点赞,其实就是在给算法投喂一生元。 这不仅是对我的鼓励,也是在优化你自己的信息流。 感谢大家支持。 好,我们直接进入第一原则。 2026年的第一课,就是把你的卡路里计算器,卸掉。 ZOE的研究发现,同样是500大卡,来自精致碳水的热量,和来自坚果,饿离的热量,对身体的指令是完全不同的。 这里我要引入一个非常高阶的营养学概念,叫食物机制,Food Matrix。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锁住营养素的天然缓食结构。 当我们吃完整的杏仁时,脂肪被锁在植物细胞壁的机制里,我们的身体需要花很长时间去消化,很多脂肪甚至没被吸收就排出了。 但如果是深度加工的杏仁酱,或者是被破坏了机制的能量棒,这些脂肪和糖分就会像洪水一样瞬间冲进血液。 这就是为什么ZOE的数据显示,面对那些机制被破坏的超加工食品,哪怕营养标签写得再漂亮,你也会不知不觉多吃25%。 因为它们被设计成入口即化,你的咀嚼系统和饱腹感信号被彻底欺骗了。 所以,看配料表不如看形态。 2026年的原则是,吃那些本身就是食材的食物,而不是由食材提取物做成的食物。 有了好的机制,我们该往里面填充什么? Tim Spatter教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挑战,每周30种植物。 很多人觉得这很难,或者觉得多吃蔬菜是老生常谈。 但请注意,这项建议背后的证据,是ZOE刚刚发表在Nature上的重磅研究。 他们对3万人的微生物组进行了测序,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。 特定的细菌只吃特定的食物。 肠道里那些能帮你抗炎、抗抑郁的好菌,非常挑食。 这里有一个关键策略叫吃出彩虹。 为什么颜色这么重要? 因为植物的颜色来源,多酚,是植物抵抗紫外线的防御武器。 当我们吃下这些深色的、苦味的食物,比如紫甘蓝、黑巧克力、特级出榨橄榄油,这些防御武器就变成了我们肠道军群的超级燃料。 如果你只吃白色的卷心菜,你就错过了紫色卷心菜里10倍的多分。 除了颜色,Zoe的研究还提到了一个更硬核的判断标准——苦味。 Tim Spatter教授指出,植物中的多酚往往带有苦味。 比如特级出榨橄榄油那一丝辛辣的侯韵,或者黑咖啡和黑巧克力的苦味。 我们本能地排斥苦味,但对肠道军群来说,这恰恰是他们最需要的防御化学物质。 所以,2026年,请学会欣赏苦味。 不要只盯着甜甜的绿叶菜,去尝试一下橘具、芝麻菜,或者换用更苦、更纯的橄榄油。 说到去超市,很多朋友会问,具体该买什么? Sarah Barry博士给出了三个最简单,但效果立竿见影的替换清单,你明天去超市就可以照着买。 替换一,关于酸奶。 立刻停止购买那些风味酸奶或儿童酸奶。 它们通常添加了大量糖和香精,属于典型的超加工食品。 请换成原味希腊酸奶或开菲尔、开菲尔。 觉得酸? 自己切一点新鲜水果进去。 这能让你摄入真正的活菌,而不是糖分炸弹。 替换二,关于面包。 如果你还在吃那种捏起来像棉花一样的切片白面包,请把它换成全穀物面包或酸种面包。 记住那个判断标准,如果这块面包放在橱柜里两周都不长霉, 那连细菌都不想吃它,你也不应该吃。 替换三,关于零食。 把牛奶巧克力换成70%以上的黑巧克力。 这里有个简单的法则,最好的巧克力,配料表应该不超过三种成分。 越简单,往往多分含量越高。 最后,还有一个必须警惕的超市陷阱,那就是印着低支或者低卡标签的食品。 这听起来很反直觉,但Sarah Barry警告我们,当食品工厂把天然脂肪提取出来时,为了维持口感,它们通常会破坏食物机制,并添加大量的糖和增酬剂。 所以,请直接购买全脂酸奶、全脂牛奶。 天然的脂肪不是敌人,被破坏了机制的假健康食品才是。 做对这三个小小的替换,你就已经把饮食中很高比例的醋盐食物踢出出去了。 解决了吃什么?最后我们聊聊,怎么吃? 这里有两个关于时间的科学建议。 第一,建立10至12小时的进食窗口。 比如,早上8点吃第一口,晚上6至8点吃最后一口。 但,Zoe在这里有一个最新的发现,一致性比时长更重要。 也就是说,与其今天断食16小时,明天狂吃,不如每天稳定地在10小时内进食。 让你的生物中和肠道菌群养成规律,这对代谢健康至关重要。 第二,每天给肠道送一份礼物,发酵食品。 这是提升免疫力性价比最高的方法。 研究显示,每天三份发酵食品,几周内就能降低全身炎症。 对于我们亚洲人,记住3K原则就够了。 Kimchi,泡菜或者这类辛辣发酵菜,Kaffir,开菲尔酸奶,还有Kambachan,康普茶。 特别是泡菜,Tim Spatter称之为至尊发酵物,因为它里面还有大蒜、辣椒等一生源,是完美的肠道炸弹。 从正面饮食、关注机制,到每周30种植物,坚持发酵食品。 这八条原则听起来可能有点多,但它们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终点,把你的身体当成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来滋养,而不是当成一个简单的热量锅炉来填煤。 Sarah Barry说,哪怕你70岁才开始改变,依然能延长6年的健康寿命。 所以,不要等到什么完美的时机。 就从下一顿饭开始,少吃一口加工食品,多加一勺泡菜。 这期视频发布的时候,应该是2026年的第一个周末了。 回望过去的一年,真的非常感谢屏幕前每一位朋友的陪伴和支持。 是你们的每一次观看和互动,让我有动力坚持坐下去,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全球健康资讯。 新的一年,希望我们都能少一点对衰老的焦虑,多一点对身体的掌控感。 祝大家新年快乐,健康逆龄。 这里是逆龄研究所。 如果你觉得这期2026指南对你有帮助,别忘了给那个大拇指一点鼓励。 我们下期见。 我们下期见。